國民法官法今年上路 臺灣第一件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 臺中黃新業務員殺人案 今天臺中地院召開 第一次準備庭 見變雙方都出席 法界人士認為 除了案件審理的發展 也可以關注被害人的訴訟權益 是否有獲得保障 法官席上除了審判長 以及兩位裴夕法官之外 還有六位國民法官的席次 臺中地檢署 年初起訴黃新業務員殺人案 成為臺灣司法史上 第一件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 二十四號上午 臺中地方法院召開國民法庭 準備庭 備受舉國關注 本案是二十二歲黃新男子 在去年十月二十號 與同為業務的私信男子 發生衝突 持刀殺害對方 由於符合所犯罪親本行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的條件 因此成為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 臺中地院由刑事庭廷長唐中興 擔任受命法官與審判長 臺中地檢署直派公訴檢察官 張凱傑等四人出庭 被告則由黃志豪等三名律師 組成律師團 那目前進行的程序是到了準備程序 那目前還有第二次 也就是剛才講的三月三號下午三點 會再續準備程序 那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後續的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 審判長當庭預知三月三號召開第二次準備庭 法界人士認為後續除了案件審判外 還可關注被害人與被害人律師 能否在訴訟權益上獲得保障 臺中地院表示 後續將從約一萬名被選國民法官名冊中 抽出一定數量的候選國民法官 再通知他們到庭選任 接著選出六名國民法官 以及一到四位被位法官 最後與三位職業法官組成九人的何毅庭 才會開始審理案件 各項其成仍待審判長決定 記者 彭安群 臺中報導